不好了 死了 什么死了 夫人死了 最后一个见过夫人的人就是你 不是我 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她 现在任何人暂时不能离开现场 大家请坐下 欧小姐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田宠夕 怎么突然变犯罪现场了 什么情况 冬少 有什么不对吗 怎么一直不见松柔云 一定是她 只有她见过夫人 我根本没有见过慕夫人 而且 我也没有杀她的理由 男主角在这里 我竟然还可以自由遍解 难道这并不是原著漫画的情节 但是 你一直强行推动剧情 剧情也许会越来越不受痛 你怎么没有 夫人说过不允许你嫁给少爷 如果你们执意结婚 就取消少爷的继承权 你为了我们的钱 自然会和夫人一起争执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你说的只是我的动机 但是有动机可不够 你看地面 明显有脱拽的痕迹 桌脚的血迹 也许就是造成致命伤的原因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人好像根本不想掩盖这些 无论如何 做这些都需要时间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房间根本没有人 所以我就立刻出去了 不信 你可以去掉监控 我一进一出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 去把所有监控调出来 是 那你说还有谁会伤害夫人 小云 小云呢 莫夫人 宋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得换个思路啊 不是谁会伤害你们莫夫人 而是谁会陷害我的问题 宋若云的人生目标 就是嫁给穆南辰 他肯定不想我成为穆太太 你 你血口喷人 宋总话说得不要太早 我倒是很好奇 怎么宋小姐匆匆忙忙地 要自己离开这里 到底怎么回事 宋小姐打扮得一向明艳动人 但是为什么突然这么狼狈 好像跟谁动过手一样 就是骆青 就是她对了莫夫人 我亲眼所见 证据呢 因为莫夫人在你身上 发现了不该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发现了不该有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提出跟南辰哥哥结婚 又为什么临时毁婚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吗 你就是为了偷牧师的私账 因为牧阿姨临时撞破了你的计划 所以你就杀人命口 南辰 你不能再糊涂了 否则牧师董事会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这个三把心 怎么这个时候愣住了 我看看 你不相信我 这里没有人相信你 我相信 牧师生意再怎么大 也不能无证定罪吧 冷少在这个时候 插手我们牧师的事 南辰通司章和冷事有关 冷少 你不会想和牧师的凶手做朋友吧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宋小姐这句话 未免说得也太早 我叶涵 你确定要帮她 你不用现在威胁 私章的事 和你也脱不了干系 说出来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说出来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你怎么办 先抓住我去 是 我看你们谁敢 让开 你不能带她走 牧少是以什么身份 再跟我说 因为她是我的未婚妻 牧少身为牧师总裁 怎么连未婚妻的位子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请 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了 是宋若云 医生马上就来 你的联想力还是那么好 刚才在婚礼现场 你说的是真的 什么 你是说喜欢你啊 我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 没有就最好 你不要生气啊 主要就是 江湖就急嘛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洛小姐除了头晕 乏力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 没有了 具体的情况 我们还是得做具体检查 刘医生呢 刘医生这几天出差 我过来替她两天 洛小姐一会儿先跟我说 我去做检查吧 家属先在这边等 洛小姐 这是您的衣服 换身衣服 方便检查 那我在外面等你 这是你之前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 说实话 你这婚纱真够丑的 说实话 你这婚纱真够丑的